大家好,我是主播小蜜,正往开始之前,麻烦点赞观众,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,谢谢大家。 昨天,三则信息在公号微博轮番刷屏,一,如果美国完了,中国也会跟着完蛋,二,中国已经对美国开始援助,三,疫情下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是对美国的最有选择,是明智之举,以上对不对呢? 以上军委一派胡言,中国崛起,势不可挡,美国完蛋了,中国有阵痛,但势必会崛起的更快。 小蜜早已说过,最希望美国强大的一定不是美国人,而是某些背叛祖国的中国人,最希望中国崩溃的一定不是美国人,而是某些唱衰中国的中国人。 尤其是看到一些已经加入美国籍的华人,正在怒斥中国,我真想说,你已在星条旗下对美国与你的总统宣誓效忠,并放弃对中国的所有忠诚。 现在国难当头,你不去规劝你的国家,你的总统,跑到中国来倒什么乱,美国的疫情和中国有什么关系? 美国的疫情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,你搞清楚了没有? 今天,小蜜就带大家来看看,他们是如何混淆视听,偷换概念,唯恐中国不乱的,美国完了,中国也会跟着玩了。 首先,我们有一个大前提,美国完蛋了,这个前提和中国没有关系。 这是特朗普政府的选择,使自由民主的美国人民的选择,不作死就不会死。 该说的,我们已经对美国说了,该做的,已经对美国做了,但好言好语,拦不住要死的鬼。 接着,美国完了,对中国有什么影响?我直接先说结论,短期内有阵痛。 长期内,对中国绝对利大于弊。 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,2019年中美贸易额为5412.23亿美元,且中美贸易,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。 美国如果完蛋了,中国的很多企业会受到严峻挑战。 以上是事实,尤其是电脑、玩具、电视、手机、显示器、打印机这些行业会受到重大冲击。 部分中小企业甚至因为不能抵抗压力而破产。 我再强调一次,是美国自己把自己玩死了,导致部分中国企业经营出现问题。 另外,美的的科技霸权绝非一朝一夕形成的。 数百年的研发体系持续大额资金投入,以美元霸权为背景的金融投资加持。 以最优质的环境吸引大量的科学家、技术人员的移民政策极其强悍。 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工业体系最关键的一点,则美国是全球科技体系中最关键的一个点。 美国完蛋了。 对于中国的部分科技企业,如手机、医疗、化工等都将造成严重冲击。 这里主要原因有两点。 1.核心部件对中国制造的影响。 如美国核心部件,如高通的芯片如果停产。 小米、OPPO等手机产品的关键运器件将面临压力。 是的,美的的科技霸权绝对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。 操作系统,编程语言,芯片算法,这些底层技术美国控制了很多。 中国的BAT巨头离不开装有英特尔的服务器。 中国的很多智能手机离不开装有谷歌的操作系统和高通的手机芯片。 2.美国企业陷入危机,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变少。 美国高端产品,尤其是高科技企业。 中国为其提供关键元器件和部件,如我们前面提过的波音74期。 多个核心部件由审费等企业制造,这些企业都会受到挑战,订单也许会锐减。 但是,美国完蛋,中国就跟着完蛋吗? 完全胡说,挑战之下是中国突围发展的最佳时机。 8年前,有朋友还在通讯领域工作,当时美的的科技霸权真的是绕不开的阴霾。 中国的所有手机厂商苦苦熬战,很多企业为了市场份额将成本算到极致。 以小米为代表的企业行业的毛利率,大约不会超过3%,甚至更低。 但是,有一家美国企业躲在后面可以躺着挣钱,你中国企业做手机,时辉时赚,我每部产品都可以拿总价格的5%。 是的,这就是高通。 是的,当时,中国手机圈是最勤奋的一群人,压力最大的一群人,挣的钱,美国拿大头,手机企业累到崩溃,只能喝点汤。 中国企业费尽心机,最大的受益方是美国企业。 2017年开始,美国对华为中兴进行全面围剿,在失去了美的技术支持的前提下,中国企业面临重大压力。 但是,仅仅过去了两年,中国芯片横空出世,麒麟810、麒麟820掀起性能大战,横扫手机终端市场。 同时,华为与ARM签署长期授权协议,这意味着,离开欧美,中国一样可以独立做出自己的好手机。 就在这几年,我们已经从零到了全球芯片的第五,我们每个中国人买手机,终于再也不需要向美国企业缴纳费用了。 中国终于有企业生产手机,再也不需要让美国躺着挣钱了。 这就是美国唯独中国,中国两年取得的成果,压力与挑战,只会让中国变得更强。 谁给你的胆量,让你敢说中国跟着美帝完蛋? 美帝科技霸权到目前为止依然强于中国,我不会言。 美国因为各种原因,手中握着一对王牌,两个王,四个二,甚至可以说都在美帝的手中。 在地理上,美国拥有世界最大平原,两面大洋,北方兄弟国,南方后花园。 地理环境得天独厚,中国出海岛链被美帝封锁,周边十大军事强国几乎占了一半。 在历史上,美国1890年即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,中国争争完了120年,2010年才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。 在国际政治上,美国以美元霸权WTO长期操控联合国对中国进行封锁,中国被海洋法公约、气候公约、武器限制、技术封锁等全方位堵截。 在历史上,美国自1865年内战后,成平日久,中国1952年后才真正走出战争的阴霾,比美国少了真正近90年。 在人才上,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基础和实力吸引了全球最顶级的科学家。 而中国在教育上,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,但是那又如何? 史真的英雄,总是在沧海横流之间显起本色。 我们拿着一对破牌,小三、小五,打出了属于自己的绝顶逆袭,如同同为所谓民主国家在抗议面前所显示的担当与责任。 一样是天差地远。 韩国内有外患,军事上不能自主,经济上被财阀和华尔街控制,疫情之下,被邪教政敌集会多命围攻。 文在寅更是已经做好了,任期满及入狱的准备,却硬生生地用自己的勇气和担当。 将全世界认为疫情,必在韩国蔓延的局面控制了下去,这才是真的汉子,很多韩国人,配不上文在寅的忠诚。 但是特朗普昨天发言,美国死十万人已经是成功,却被很多中国人吹捧,我配。 如同我在英国方舱医院中说的,英国推出群体免疫,被全球指责反而累,只有部分中国媒体进行协地。 美帝的金融霸权,由科技霸权、军事霸权、文化霸权三架马车构成其基础,不可否认。 在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上,中美实力的对比上依然天差地别。 但在对抗美帝的科技霸权上,我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差距, 中国实际上已经是向美帝的科技霸权进行了最强烈的冲击, 势必在未来的十年加速美帝霸权的动摇。 中国在儿力经费投入,增长上已经开始领跑全球。 在最近的十年,中国已经为科技领先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。 2017年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-2017数据如下,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,创新资源投入不断增加, 儿力经费总额已居世界第二位,儿力人员总量长期居世界第一位。 知识创作能力稳步提升,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,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保持世界第一位。 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已超越日本,居世界第一位, 科技对经济发展贡献日益显著。 科技进步贡献率稳步提升已达到55.3%, 儿力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.06%, 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。 知识密集型产业,保持良好发展态势,产业结构持续优化。 当然,在此点上,一些公号们最喜欢双标。 中国在论文上投入低了,就是中国在科研上没有投入, 投入高了就是浪费资源。 中国在研究人员支出专利, 论文均战世界前二,2018-2019投入的比重更大。 继续中国制造成果稳固的基础上, 中国已经全方位对科研进行投入, 经费保持两位数增长, 投入强度进一步提高, 投入结构进一步优化。 基础研究经费首次突破千亿, 在科研上投入超过千亿的省份超过6个。 仅在2016年, 中国入榜企业研发支出达到468亿美元, 同比增长18.6%, 增速高于北美地区10.6个百分点, 在全球创新100强企业中, 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占比从2015年的5.8%上升到2016年的6.9%, 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支出国家。 相比之下, 欧洲和日本的研发支出呈下降趋势, 美国完蛋了, 中国只会更快地崛起, 短期内对中国经济有阵痛, 长期来看有百亿而无一害。 首先, 会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, 美联储的一系列混招, 对股市的一针针强心针, 将本来已经满是泡沫的美国股市, 整得更是危机四伏。 美国的疫情控制, 终将向不可逆的方向发展, 最终对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。 中国从有称霸世界之心, 但美地数十年来辱华、困华、破华, 中国疫情爆发, 全美媒体顿起狂欢之盛宴, 中国为美国争取的宝贵的两个月时间, 换来嘲讽与侮辱。 现在敌国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, 陷入危机, 我怎能不欢心、不喜悦、不激动、不兴奋? 我要静看我的国加速崛起的大片。 有读到近期的朋友, 请下方留言, 我们下期再见了。